机械表的确是首饰 但是如果你不理解历史的话 首饰都买不对 万表流行力天然书接着气 关于万表有两个极端的论调 一种是机械万表终将被淘汰 另外一种是投资保值 前一种论调嘛 理由是手机可以看世界 或者电子表又便宜又准 而后一种呢 投资的知识有点欠缺啊 还有一种中庸一点的 拿万表秀牌子 等等等等 对此你怎么看 你对这些论调是怎么回怼的 显然说这些话的 对机械表的认知落后了 自从机械万表复兴 人们早就不拿万表当技术工具了 我们玩的是传统的符号 和技术文化的象征 除了少数品牌的少数作品 绝大多数机械表是机械首饰 而且不止这些 从这个角度看 有几个品牌可能被低估了 珍丽石 百年龄 泰哥豪雅和其他 55年前他们陷入了一场默默的绞杀 如今各自都有了自己的看家兵器 有的甚至还为大牌提供机械 有的则悄悄地升级了高性能 从经济学角度 与同类品牌相比 这三家用自身实力消除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故事的起源是这样的 战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市场呼唤一种更省心更坚固更防水的万表 来满足运动爱好 即时表一直是手动上线 现在需要自动上线 不用每天上线 密闭性好 更加耐用 历史书上写道 1969年 真理石率先推出了自动上线的马表机心 但历史书还同时写道 还有几个品牌 同年也推出了自动上线即时机心 他们是金弓 对 你没听错 就是金弓 Sico 豪雅 百年龄 汉米尔顿 和Dubadepa 到底谁是第一 这要看衡量标准了 是率先发布的新闻 还是拿出了实物展出 还是巴塞尔表展上亮相 还是实现量产 但是从产品设计角度来说 真理石和金弓 当年推出的是 集成了自动上线功能的 带助轮的即时机心 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而且都曾经为竞争对手提供过机心 或者是知识产权 那么当年角逐自动计时机心的品牌 后来都怎么样了呢 关注一下 我现在开讲 1969年 这个自动计时机心意味着什么 前面提到过 金弓和真理石推出的机心 关键词是 集成自动驻轮 计时机心 集成意味着非模组叠加 意味着机心可以更薄更稳定 而助轮就有意思了 它是机心驱动计时的关键组件 计时机心一直有三派 助轮 新型轮 还有百动齿轮 从品质上是不分高下的 甚至欧米加登月的超霸 既有助轮的也有新型轮的 助轮有三个特点 一是传统 二是手感好 三是因为前两个优点 所以难做 1969年 真理石和金弓都是这种带助轮的 金弓甚至还是垂直离合 另外一个财团的 Caliber 11则不带助轮 虽然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放大观察角度 尤其是机械万表复兴以来 集成自动带助轮的计时表 公认是今后至少50年的发展方向 也就是说 除了真理石和金弓其他品牌 传出来的不带助轮的机心 也就是Caliber 11机心 上架周期都不过十年 游戏发售友都知道机械键键盘 这个助轮有点像机械键盘 并不是不可替代 但是有它就是不一样 不过Caliber 11机心也是可圈可点 因为集成了偏心自动图 这是汉米尔顿的贡献 所以上弦表冠不得不从三点位 挪到了九点位 于是咱们看看瑞士人 是怎么开脑洞营销的 他们憋出了一个宣传口号 The chronograph that doesn't need winding 意思是不需要手上弦的计时表 这让我想起当年某德国合资品牌 推出的一款三箱轿车 因为后排空间小 所以打出了驾驶者之车的口号 你知道我说的是哪款车吗 当年首次使用自动计时的表款 豪雅是卡雷拉摩纳哥和Otavia 百年龄是内威泰摩 Chronomatic 汉米尔顿也叫Chronomatic 反正用了自动计时机型的表款 都火了一把 但是扛得住时应危机 未必扛得住汇率危机 只有真理石的Ed Prometo 和金工的机型存续下来 后来你也知道 真理石还成了劳力士迪通拿4130之前的替代 这也算侥幸啊 这里面也有故事 这种为竞争对手提供机型的做法 在当下被公认是不明智的 就此我们可以推论 今后这种用竞争对手机型的表款 就像明清瓷器一样 会越来越稀缺 你懂的 2009年 也就是第一款自动计时机型问世的40年后 百年龄推出了自己的这种机型 B01 泰格华雅推出了自己的这种机型 1887集成了自动上线和助轮机构 但是因为使用了精工的知识产权就不做了 结果又造成了一波稀缺 你懂的 而且那个1887机型的助轮机构啊 我试过 手感极佳 而且动作灵敏 紧接着 泰格华雅推出了百分之百自产的自动即时机型 拥有以上全部优点 而且动力达到了80小时 这就是1969机型 我怀疑就是现在的02机型啊 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 欢迎你补充 自动计时机型的另一匹黑马是宇博 2010年宇博推出了UNICO 拥有以上全部优点 后来又推出了第二代UNICO2 只不过宇博的兴奋点太多啊 机芯这块容易让别人忽视了 百年龄的B01 甚至还给劳力士集团的D多使用 这不能简单的看成给竞争对手提供机芯了 因为百年龄也用上了D多的自产机芯 消费心理学讲究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 提高信任度的方法有很多 但最有效的莫过于是巨资开发自产机芯 在泰克华雅、百年龄、珍利时这个价位 尤其是前两个品牌 他们的资产基金投资是明摆着的 机械表作为设置品 有的品牌做广告 有的是真砸钱在开发上 你更偏向哪个品牌呢 跟我们互动一下 自动计时是20世纪最伟大的钟表发明 这是在计时表发明了100年之后 这个伟大的发明40年之后 当年的参与者又推出了各自的新作 这上下几百年 这就是机械表的传统和技术文化的魅力 至于说网上流传的各种对机械表的不屑 我想拿他们自己的论点聊聊 一 机械表的确是首饰 但是如果你不理解历史的话 首饰都买不对 二 说常年买顶配显卡的男人 消费不比买几十万手表的人的收入低 没错 但是你自己也承认 顶配显卡的周期不超过五年 那么花同样的钱 留下来的东西能一样吗 所以说不受摩尔定律管束的东西更值得拥有 话说赢得第一回合比赛的真理石和金工 宝刀不老 金工的自动计时为另外一个划时代的发明 Spring Drive赢得了时间和信心 而真理石则在AirPermittal技术上 砍发出测计精度达到百分之一秒的计心 而且还用两项专利改进了某个齿纹 这有点像哈雷发动机的迭代啊 泰哥花雅开始全面装配自己的02机芯了 而且在基于计时的复杂功能方面加速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 我们在日内马表展的采访 我相信你能看懂更多 百年龄跟凯旋摩托车联名款 之前用的是Top Time系列 装备了B01自产机芯 易经推出连车代表秒庆 今年这个联名款用的是Chronomat 也是B01机芯 摩托车的报废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你更喜欢上一代的Top Time 还是Ti和玫瑰金的Chronomat 今年的联名款还会连车代表秒庆吗 欢迎你反馈给大家 当年那个贡献偏心V型摆脱的汉密尔顿 最近感觉有点偏行了 OK 谢谢你 欢迎你点赞关注 一键三两 下次见